《责让光》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 囚集狼蛙村的建荡利卡贫困户 今天早上起来家里的石头奶牛一共挤了三十斤奶 他要赶在上午九点前把这些牛奶送到十多公里远的收奶站 从牧场到收奶站只有短短的十多公里 但在几年前要步行多半天的时间才能走到 如果遇上雨雪天气甚至要走上一天 《责让光》说囚集狼蛙之所以成为贫困村 如果找穷根的话 首先是出行的道路制约了全村的发展 囚集狼蛙村处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位于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的洛尔盖大草原上 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 高寒气候特征明显 年平均气温大约在零四十度到二十十度左右 洛尔盖草原沼泽地分布广泛 囚集狼蛙村位于洛尔盖草原中 卡哈尔桥湿地的核心地带 在2015年以前 全村没有一条通往外界的硬板路 2014年以前 全村人主要靠养殖少量的牦牛维持生计 年人均收入仅四千五百元 囚集狼蛙村333户人口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39户141人 考虑到村里传统上有养殖牦牛的基础 2014年住村工作队提出了 大力发展牦牛养殖来摆脱贫困的产业思路 但是要想把牦牛养殖业做大 首先就要打通囚集狼蛙村 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以前村里人之所以养殖的牦牛数量很有限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挤出的鲜奶和新鲜的牦牛肉 不能在第一时间运到村外 扶贫干部们协调政府帮扶赴资金 历时两年 在2017年终于打通了一条23公里 连接牧区与外界的路 单价一公斤是七元吧 每天的收来量大概是在十吨左右 每年给球迹能王村付的牛奶奶款有四百多万 今天泽让光卖牛奶的收入是一百三十三元 泽让光说原来他家只有几头牛 今年发展到了五十八头 一年光卖牛奶就有近一万元的收入 这首先离不开扶贫干部们给村里人修了致富路 修通了出村的宽敞道路 紧接着住村干部们开始谋划养殖业的发展 丘吉郎挖村有天然草场近四十万亩 在这样的草场面积里 如果通过轮木的方式可以达到两万九千头的河里再出量 在2016年 丘吉郎挖村的贫困户 每家都分到了四到二十头不等的小牛犊 丘吉郎挖村 都分到了四十五年 经过五年的发展 到二零一九年年底 丘吉郎挖村 丘吉郎挖村 牦牛的养殖数量已经发展到了两万多头 销售奶制品和牦牛肉的收入达到了两千三百多万元 有三十九户通过牦牛养殖摆脱了贫困 村民有了收入 村集体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壮大 全村的泥土路得到了全面硬化 还安装了一百四十七盏太阳能路灯 互联网也连通到了村里 在政府的帮助下 全村共有六十五户的老旧房屋得到了改造 被捧场地震上出入之后 贫困户门吉的新房 是在2016年新建的 以前他家住的是用牛粪做墙筑起的检疫房 屋顶都是由柳条编织搭建的 冬季还曾有过被大雪压塌的情况 而如今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 尼玛当周今年读三年级 和囚籍狼蛙村的所有孩子一样 都在去村子30多公里远的寄宿制小学读书 囚籍狼蛙村曾是若尔盖县的大骨结病高发区 大骨结病是一种地方病 多发病于5到12岁的儿童 症状主要有关节肿大 疼痛个子长不高 专家说这种病多与当地的水质等因素有关 为了让囚籍狼蛙村的孩子们免受大骨结病的威胁 并享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 当地政府推出了异地育人政策 囚籍狼蛙村的孩子们被全部送到了县里的异地育人学校读书 为了确保每一位孩子的健康 在学校孩子们会定期接受体检 我们做二个属于四川省地方病重点病区 我们重点的就是区区浪汪村 我们做二个疾控中心 一年对夏季的所有学校 对七至十二岁的话都要进行一次检测 从18年开始直到19年 都会发现这种大骨结病 刑防病例 尼玛当周 现在是学校里的运动健将 曾经得过大骨结病的外婆 每每看到健康活泼的尼玛当周 眼神里总是充满了欣慰 虽然大骨结病多发病于五到十二岁的孩子 但是考虑到秋吉浪汪村村民的身体健康 2015年秋吉浪汪村开展了村民的引水安全工程建设 分别将聚村四公里和七点五公里远的两座水库的水引到了村里 而在学校里仓中遂越大井那滋雨 那话又开始在村里 宫里林大远的这种地方 在村里给亚川 PE 这种地方 子做到村里也会在村里 重新军做到村里 最后在村里的村里 继续大换 海川 PE 市 else 洋河汪村 是一种充满 现在 秋吉郎挖村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 很多家庭还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 四季都可以洗上热水澡 在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中 秋吉郎挖村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全村的人均年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万三千元以上 基础设施建设 饮水 教育 医疗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村民们坚信 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建设中 他们的产业会更加兴旺 生活会更加幸福